针对民众关心的R字头路线公车未来如何营运 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经过协调将由公车处接手 服务不会中断 请民众放心 那我们市民好朋友非常关心我们R路线公车的部分 那目前市政府已经协调公车处 从3月1号起 R66跟R86的部分 这两条线会从3月1号全面由公车处来 代史接手 那R82公车的部分 因为现阶段公车处已经积极在采购公车 那因为交车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目前预计是4月中下旬 可以完成交车以后就顺利能全力接手 为了让三条R字头路线公车永续经营 市政府协调由公车处支援 预计最快4月下旬前全部接手 直到公车处全面接驶的这段期间 除了监督基隆客运持续提供服务外 基隆市政府仍会以游览车支援部分班次 整体服务不会中断 请通勤与上学的民众放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